接下来一博队长 你的组内考核开始 你的主题是 old school 我主题肯定 是我很喜欢的old school 怎么oh 怎么来 oh breaking 肯定要在一块 公寸无名呢 就是综合最好的全能的笔布 大厅还有步步跟大笔 都是最厉害的hiphop dancer 那就很明显了 小军军要来这边当编舞师 如果我要加入你专的 我就必须是那个主编舞师 你做我的主编舞师 但是可能另外一个组的 编舞他可能这一点上 有一点点难接受 我们现在队伍有小军军 然后你 但是我刚才答应他的是 他做主编舞 同样都是编舞师 然后我希望他们这一次 都能够把自己最厉害的一面 编舞的那一面展现出来 他俩肯定得在一块 我觉得 两个popper也是要在一块的 我觉得小机会给出 比较搞笑的风格 我的队员们都实力很强 我希望他们这一次 都能够把自己最厉害的一面 编舞的那一面展现出来 你首先要考核的是 他们刚才捡到石头布了 B组先 有请B组 B组 加油 开开 加油 加油 哦 谢谢 他们袜子都统一了色系的 哇 这一幅 哇 放下 放下 从我编舞师角度来讲 我们就是玩出想法了 玩出花样了 那怎么样能够最让人记住 就是最好的 爹 好 好 好 留意 兔子舞够不够 old school 我用你的口袋 好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头啊 你完没完啊 画面感真的很强 而且确实跳的动作 也是old school 的 我怎么感觉这个舞 像是小鸡排的 初初都是那个 小惊喜这样 所以是涛涛主编是吗 但是点子很多 都是大家一起做出来的 我特别想说的就是 你会看到我们跳得很开心 是因为我们排的时候 非常的开心 鸡哥是我们的笑点 没叫到我有点不适应 就是我们这个old school 这种东西 主要要体现的就是我们 四大元素 对不对 说唱 歌里面有 bj 刚才他戳了 mc mc 重复了 那个b boy 开来第一段 非常的帅 对不对 最后涂鸦 点睛之笔 直到顶峰就是这样 old school 你 在你们快乐的氛围之后呢 让我们请上A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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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军 那个时间 是不是 四季 像Bubu 大饼啊大廷 他们都对于 老师来说 对于他们来说 简直 简直就是随便来 挺担心的 心里其实是没底的 他们组 都是很有能力的人 跟我们相比 要不就是跟我们差不多 要不就比我们会好 我觉得他们作品是好的 画面也比较丰富 但是相对来说 动作是比较简单一些的 我把HIPHOP的动作 结合着BREAKING的招 去排这个舞蹈 整个作品跳出来 是很有攻击性的 哇 他们每个人都很强 所以说我觉得还挺 期待这场 不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就像Bub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持人》 A组表演完毕 主题是《老师公》 这个作品诠释的是不是OK呢 我们先点评一下 首先如果从我订的主题来讲的话是old school 的 然后我能听到里面是有Michael 然后包括那个李帅那个头蹭的那个大家配合是OK的 我觉得缺点就是在有点不齐 整齐度不够好 然后我没有记忆点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A组的实力都很强很强很强 真的每个人单挑出来都非常的强 为什么组在一起呈现上还是真的没有那么的好的 挺失望的 我因为他们个人能力真的很强 对吧 但没想到聚在一起会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不那么的齐 所以你力量的收放自如 跟整体的动作的美感吧 就是差那么一点点 我觉得可能是我们的磨合可能还差一些默契度啊什么的 就会跳不起 他没有记住的画面这就是我编舞师的失误了 我觉得我很想努力的做到 但是我也觉得这一次我自己做的也不够好 对不起 一波队长 A B两队已经表演完毕 现在请四位队长进行评判 中华梁队长你的选择是 B B B 严文涛他们在很欢乐的过程当中表达你这种 五种这样 所以你会觉得哇这段是非常吸引人的 的 old school 张艺兴队长 我选B 加尔队长 我的爱好 B 纯粹没有加工过的old school 这个东西是牛奶 你不可以给我一个甜的牛奶 所以我那一刻 所以我就觉得很纯正 你不会加工 这一点是我很很很尊重的 一波队长 最后的关键两票 B组 B组整体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挺满意的 A组我知道他们更好的一面还没有展现出来 这绝对不是他们更好的一面 没办法 我看的是起舞 看的是最后的结果 恭喜B组获胜 那么接下来一波队长将要从失败组里面淘汰至少两名队员也可以从获胜组里最多淘汰一名队员 我说B组吧 对不起 CC CC 她是跳编舞的 我可能更喜欢old school hiphop popping locking这些东西 那她在里面全是可能会有点吃力 A组来说 真的在A组里面淘汰谁都非常遗憾 因为他们是战斗选拳手 没有初心的话也很可惜 说实话他们那组有点难选 跟实际都是很强 可能就是说这是队长那些权衡了吧 我觉得编舞师应该有编舞师的担当 所以A组小军军 我觉得编舞师你没有好好地控制到这个队伍 你没有编排出好的一个作品 可能是你的实质 然后A组还 对不起大饼 大饼 什么 我觉得肯定全场的人都是一个感受 为什么是饼哥 就那种 大饼的话我觉得我是会比较吸引他 会作为一个核心 大家去编一些很hiphop的动作 但是在起舞上真的没有那么的起 就是可能只能找到两个负责人吧 三位很遗憾在这个环节直播这个舞台 不管怎么样还是可以把你们想说的和没有说完的话 在这里表达出来 首先我非常感谢一博队长为我抢到了毛巾 让我和涛涛有机会把我们的双任务展示给大家 其实从那一场之后往后走的每一场 对我都是一种馈赠 谢谢一博队长 在我的意料范围之中 当时一瞬间还挺开心的 我想西西终于可以放松了 回家抱着两只大狗在床上啃着吸管看着电影了 就不用像我这样在这边天哪在熬夜了 我想说的是就是 其实只要没有表现好 我觉得就应该被淘汰 所以我尊重王一博队长的选择 以及希望大家往后继续加油 谢谢 首先我尊重一博队长的选择 然后呢其实我也很可惜 我从一开始跳了HIP HOP 然后我就一直没有跳过HIP HOP 还是很有遗憾的 因为我的舞棋库还没打开呢 好吧 大饼前面跳棋舞之类的 就一直在扛人当托举 都没有让大家去看到他最强悍的那一面 我们队内我们会说大饼就是一个弹药库 但是这个弹药库就是还没用了 这感就被炸了 这种感觉 对 我是那种苦情的淘汰戏 所以也没必要比 不要 好 好 好 给大家 好